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给大家介绍一盘非常有意思的对局 那这盘其实呢 是两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可以说是时下热点话题的这么一个对局者 并不是人类棋手 而是两位计算机 也就是我们最近都在热聊的这么一个人机大战的另外一位主角阿发购 那其实呢 这盘棋是在16年阿发购与李世时人机大战之前的 这么一个可以算作是计算机之间的内测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左右互博 不过他的数据公布呢 是在于李世时九段的这个五番棋之后 才把这个这样的几盘棋啊 公布了出来 也让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对异会产生怎么样一个有趣的局面 从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两位人工智能是下了三盘棋 那我其中呢 选取了这一盘棋作为我们的素材来分享给大家 是因为在这个局部呢 就是右下角我们看到的黑棋是以中国流开局的 在这个局部呢 白棋的下法是非常有意思 或者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中国流之后白棋的这种下法的一个认知 所以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通常情况我们看到这样的布局 白棋的下法几种常见的 比方说这个一间高挂 然后黑棋比如飞一个 然后拖拖 然后再一飞 这都是我们非常常见和熟悉的 再或者就是从侧边挂脚 无论是二间高挂还是一间高挂 这都是很常见的这种方式 就是对白棋的选择的区别在于 究竟是一手棋进来把黑棋这边空走掉 还是白棋强掉这边的方向更加的有价值 这都是白棋去在这个 要根据具体的这个实战情况来分析做选择的 而实战呢在这两位人工智能的对局当中 白棋的下一手棋 可谓是让我们是大跌眼镜 白棋竟没有采取比较中庸的挂脚方式 从这边侧边走棋 也没有按部就班的按照我们的常行常规下法 一间高挂而是用一种很紧凑的方式碰了上来 我相信在看到这首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的棋手 包括我们的棋友们都会大为震惊 第一个人会想原来围棋还可以这么下 我想这也是人工智能带给我们起手一些新的启示吧 这或许也是好的一面 虽然我们不确定实战后来的这个白棋的下法 是否就能够就比较好 或者说就能够因此而占了便宜 但是这好棋可以说是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吧 也再一次的证明了围棋是非常的深奥的 我们究竟了解围棋多少 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的一个未知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这个下法黑棋是怎么硬的呢 实际上黑棋往外边长 我想这个下法应该对于黑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搬在里边的话 或许白棋就会选择外搬 这个图呢在后来的这些人类高手的这么一个研究当中呢 也出现过 可能黑棋会打吃跟白棋粘交换 然后黑棋再粘 这样呢白棋可能会拐一下 接着再边上拆一个 其实这个图我想作为黑棋来说 也许也可以满意 毕竟呢这个脚上边上的空啊非常实在 但是白棋或许就是一种求新求变的下法吧 那作为除了这个内搬的另外一个选择 大概就是实战的这个长一个了 长一个首先白棋不能搬脚上 这样黑棋肯定是毫无疑问断上来 这就等于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白棋选择拖三三 那这个图的话 白棋无论你是要怎么活脚打吃了 再爬还是单粒 黑棋都可以满意 因为面对这么广的两边的情况 黑棋让你活一个脚 无非就是撑死了就是二十木齐 但是外边的这个价值是远远超过脚上 那实战呢 白棋继续贴 他也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字走强了以后 有可能才能下到这个近脚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棋黑棋一搬 然后白棋再搬 黑棋接住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棋其实是还原成了黑棋小木 然后白棋一肩高挂之后 拖顶了一搬 这个时候黑棋如果说他不沾的话 长一个有可能是下成大雪崩 搬一个就变成了小雪崩 所以白棋实战的这个下法 完全是在一个 我们都没有意料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下出的这种一种全新的这个创新性的下法 结果呢 又回归到了我们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个 奇形当中非常的有意思在这样的一个 移动啊 移境之间又回到了我们 更为熟悉的这样一个 奇形 所以其实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眼下在人工智能可以说是非常热的这么一个热点话题当中 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战胜了很多的人类的顶尖高手 可能因此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会觉得是否人工智能就真的比我们人类起手强 那么以后我们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是应该像人工智能的招法来学呢 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样的方式 毕竟人工智能它在胜率上是已经是胜者为王了 那其实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质疑呢 是很正常的 但同时我们作为这个职业起手给到大家的意见呢 还是希望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先掌握他以前的这个奇理 知道来龙去脉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握新的这些招法 就比如说像实战这个非常有创新性的这样一碰 但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奇原先白奇是可以挂脚 或者说可以从其他方向去选择的话 而是上来就学这样一个可以说让我们没有任何这个构建知识体系的奇 你很可能就会打乱自己的这个整体的思路 而不知道究竟以后这个奇 你的对奇的认知是能够达到多少 因此 作为这个我们在欣赏人工智能的奇 更多的其实是去学习 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这样一种思路 告诉我们围奇可以这样下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 任由我们去发展的 但是呢我们的前提一定是 对于奇理的认知和本质还是不变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欣赏一下白奇怎么下 按照这样的一个常形 当黑奇接住之后 白奇会尝一个跟黑奇跳交换 实际上呢 作为白奇的人工智能 他觉得可能这样下呢 尝完了以后 他可能觉得这样比如说虎一个飞一个 都显得不能够完全的体现这手奇的心意吧 所以他接着又下了一步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奇 又碰了上来 这两碰的结果 从实战后来结果来说 未必白奇就是达到了一个很好很满意的效果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两手奇带给了我们一些新的思路 所以其实从黑奇的这个应对来说的话 可以算作是中规中矩 没有对于白奇 没给他很严厉的这种反抗 但是呢 黑奇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也是作为黑奇来说是可以满意的 然后再斑 当黑奇贴一个的时候 或许在我们的思维当中 这个奇白奇长一个是必然的 否则二子头必斑 我们都知道 在学习的时候都知道 二子头一斑啊 被对方这一斑的威力是非同小可的 可是似乎在这个奇理啊 在计算机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当中 它是不存在的 它的运算规则永远是以最终的胜率为基准 所以它不会像我们人类 有这样感性的这种思维 所以这个时候呢 白奇它不长 又是一步让我们很吃惊的奇 它脱先了 在上边打入 但即使如此 我们仍然是要告诉骑友们 这个骑二子头啊 被黑奇搬过来 它的威力 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白奇究竟这个拖先 我们不能说 如果白奇这一盘骑最终赢了 这个拖先就是好骑 我们并不能以此 来给这样的一个骑行 做这样的一个射线 所以我们能做的只能把这样的一种骑礼 还是按照骑的本质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局部白奇怎么下的 它挖一个 因为这边黑奇现在这个头是软的 白奇蒸子有力 白奇这个蒸子暂且是不利 但是白奇可以通过这个冲了一加这样的手段 达到蒸子有力 但是黑奇还是吃上来了 还是从这边吃 其实我想 人工智能战胜我们顶尖高手 让我们骑友们会 产生这些很热烈的去探讨的话题 同样值得去思考的 这一批人呢 就是作为我们人类的顶尖的高手 他们会去思考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更多 而我想从现在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似乎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积极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后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骑手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骑上 体现的这些招法 比起以往来说是更加的大胆 更加的去勇于创新 这些呢 其实都是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我想这一点呢 才是我们很好的很正确的来面对 人工智能战胜人类骑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吧 那下到这儿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局部就算高于段落了 后来的实战 黑棋是在这边被最终啊 这个先手拳还是被黑棋走到了 他在这边动手 但是呢 他的实战也没有从这个二子头搬 他是加了一个 所以我们由此再一次可以认知到 这个人工智能跟我们人类骑手 在骑上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既然是作为我们人类来下棋的话 还是要遵循围棋的这个本质 从这个本质和棋理的方向去探索 才更有利于我们去了解围棋和欣赏围棋 好 各位旗友 那么今天的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盘 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决赛的一盘棋 那这两位的对局者呢 都是我们中国顶尖的职业高手 直黑呢是陈妖叶九段 直白棋呢是柯杰九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盘棋目前进行到的 这个关键点是 上一首棋黑棋尖冲 然后白棋跳一个 此时呢轮到黑棋下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尖冲的时候呢 首先理解它的意思 基本上面对这个尖冲 与打入的选择 就是两者的区别在于 打入是想 全盘把你的这个空 这个局部的空洗掉 那当然了 打入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有可能被对方攻 你要考虑自己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棋 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一种 这个被攻击的这样一种压力 或者说你被攻击的这样的 所要损失的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损失吧 是否能够比你本身破掉 它的这个木数能够持平 那这样的一种选择 可以说打入需要付出的 这个压力和代价呢 会比请销对方来说 要更大一点 尖冲就是很显然的 这个空给你围 但是呢 我不会让你围很多 就比如说 白棋如果爬的话 它可能会 这样再跳一个 白棋如果要继续围空 它可能要在这个二线上 诸如此类的这种方式去连回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把白棋的空压缩到了二三线 整体来说的话 黑棋既不会担心 像打入这种方式被攻击 同时呢 把白棋的空其实已经压缩到的 几乎可以去忽略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就是打入与尖冲 与请销的这样一种 区别 一共我们棋友以后去 在实战当中去作为这个 借鉴和参考 所以其实围棋 选择很多 每一步棋都面临着一个选择 但是关键是 我们是否能够掌握 每一种选择 它背后带来的 这样的一种意义和影响 面对于实战 黑棋的尖冲 白棋通常情况下的下法 要么就是爬一个 要么就是贴起来 贴起来其实意思也是 想要连回 但是它这种下法呢 这个交换呢 是想以此把黑棋走重一点 然后呢 它再 比方说再 飞回来 这也是一种 很常见的选择下法 实战白棋的这个跳呢 追求高效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同样是 连回来 那 白棋如果这样一手棋 可以走回来 黑棋没有更多的借用 比如说刚才跳到这儿 白棋还很难受 它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黑棋这以后靠一个 还有诸如此类的这种 先手借用 你不走 我这边 靠了一加 就把你分断了 但是如果 能够直接跳一个黑棋 可能 假设啊 黑棋只有这样压一个 这种先手的话 白棋它可以满意 一个是 从木树角度上来说 时空会比 刚才走在二线上 肯定会更多 其次呢 最关键是 他没有给黑棋留下其他的借用 这就是白棋 跳一个的意图 当然 作为高手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 解析出 首先确定自己的 这个下棋的意图 其次呢 知己知彼 也要解析对方的 这个意图 然后再 找到 破坏他意图的 这种方式 这就是我们看高手的这个对局 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针锋相对的 不停的在进行转换和变化 就是因为 他们会对于 对方的这个下法 予以这样的一种反击 实战呢 我们看到黑棋的这个选择 又坚冲了一手 那这手棋的坚冲 跟上一手棋坚冲 完全是有不同的意义 这个时候黑棋在这走棋 他不是为了 去请消白棋的实控的 而是在 为这边做准备 我相信 如果我这么一提醒的话 可能 我们棋友已经明白这个意思了 那就是 引针 那这个针子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个坚冲来说 白棋肯定要跟着在上面走 否则黑棋 无论你在盘面上啊 走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 下一手棋 黑棋都非常的有心情 把这贴下来 这一贴 比起黑棋在这个上面 无论你走哪两个 连走两手的 对白棋造成的压力来说 都不如直接 贴住白棋 来得更直接 更有力 所以这个坚冲 白棋是肯定得跟着走的 因此呢 白棋实在爬一个 有了这个交换 黑棋已经成功的 把这个引针 做好了 准备 然后再一冲 所以我们 为什么说 你下棋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析 对方的这个意图 假设 你不知道 对方的这个意图的话 你就很难 对自己的这个 下一手棋 有一个很明确的 这样的一种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挡 然后黑棋 断一个 这个时候 黑棋 断哪一边 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其实从 黑棋本身 这个尖冲 跟白棋爬 作为交换的话 这个交换 黑棋其实是损的 至少呢 它是让白棋 在上面这个空 更加的牢固了一些 否则 如果不进行 这个交换 黑棋有其他的手段 可以选择 比如说 打入 或者说 从这个脚上 拖过来 诸如此类的 这些选点会更多 那 有了这个交换 会相应的 让白棋 自身 变厚一些 但是黑棋 就是在这 其中做了一个 权衡 做了一个取舍 它觉得 现在 真子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能够把这边冲断 能够给黑棋 带来很直观的 这么一个利益 它觉得直了 所以就这么下 那这个时候 黑棋 断哪边 有讲究 首先 实战啊 它是断在了 下边 这个时候 如果 黑棋 断里边 我想白棋 肯定是 闭着眼睛 把这个抱吃了 也就是说 它街上的话 就明摆着 这个 被 黑棋 争死了 所以 无论 什么情况 白棋 它都会 走在这边 那黑棋 这个时候 突然就是在 考验你 你如果 吃的话 那我一打 如果你提掉 我这一吃 我这一吃 反正就是正好 就是凑了 黑棋一个 把你 争吃掉的 这么一个结果 而面对 白棋的 这个下边 黑棋这样一个 铁头在这放着 你白棋 再怎么折腾 也没有什么意思 而黑棋 把这个 更有价值的 一边 走到了 这边 黑棋 拔花了以后 对于上边 这种手段 我们刚才 阐述的 比如说 拖一个 这之类的 对白棋脚上 边上 进行第二次的 这个破坏呢 就变得非常现实 所以黑棋 是这么想的 所以既然 我无论 断哪边 你都会 走在另外一边 那么我肯定 是断这边 毕竟我断这 被你打拔了 相应的是 白棋 就会变厚 所以 这是作为 黑棋的 这个考虑 假设 白棋 沾上 我想也是 作为一个 很正常的 这么一个下法吧 然后 可能黑棋 再吃过来 比方说 白棋 再贴一个 看一下黑棋 究竟是 长呢 还是提 黑棋 会做一个判断 提一个 味道干净 长一个的话 以后被二路 打一下 一路打一下 这个木树 会有出入 当然 长到这的话 对中间的 这个价值 会更加的 有帮助 这就需要 黑棋 再接着 进行 这个选择 但是 不管怎么说 黑棋 断白棋 粘住 是一个 常规的下法吧 那之所以 会挑选 这盘棋 给大家介绍呢 有很大一部分 长度是因为 白棋的下一手棋 这手棋 虽然不能算作 是一部 让我们 拍案 惊奇的这种 妙手 但是呢 我觉得 白棋 这个下法 可以体现出 体现出 柯杰 这样一个高手啊 他在对于 一些棋 行的这种 认识上呢 他自我的一种 可以说 很灵动啊 很别 开生面的 这样一种 思维方式 在棋盘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 继续回到棋上呢 面对此时的白棋 其实 如果按照我们的 这个常规思路 就是两种 无非就是 吃这边和蘸这边 做一个 这个方向性的选择 但是白棋呢 实战 他贴一个 这种棋 对于这个 作为这样的一个 形状来看啊 这好像是 我们根本就 不会去考虑的 一个点 因为很显然 这个子不是 必然就要被吃掉吗 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但是白棋呢 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他觉得 这个时候啊 可能 中辅的空啊 这个价值 会比边上更大 所以他贴一个 是追求的是一种 速度 一种效率 这就是 这首棋 他带来的 给我们 带来的一个 可以说是 打开了思维的一种 新的这种方式的 一扇大门吧 不过这个棋 看上去啊 很有可能啊 大胆推测 是否科技 也是受了人工智能 这样一种启示 因为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 很多的棋 的下法是异于我们的 常规的这种认知的 他们 当然他们的这种 下法是建立在一种 胜率的基础之上 但是科技 并不是像 人工智能 这样的运算方式 它是 作为我们正常人类的 这种思维方式 不过呢 他的这个下法 我想啊 也是因为受到了 这种启示 觉得围棋 可以更加的 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可以在这种 思维上呢 更开阔一些 视野上呢 更加的 有其他的这种方式 可以选 所以这首棋 很有意思 当然作为黑心来说 既然你不沾 那我肯定要吃了 而且像陈药业这样 非常务实的 这么一种风格的话 他吃上来 心理上没准还在 透着乐 所以其实 究竟白棋实战 这个下法 它是否 就是好棋 或者说 它的结果 是否就 真的 就比站在这好吗 我想这也是 会让很多的 这个高手 对这个棋型 打上一个问号的 但是 并不妨碍 我们去欣赏 这样围棋的 一种多面画 然后白棋尝一个 就是 这样的一个转换 很明显看到 这个下法 白棋就是 把他的头 至少是按照 他预期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转到了中间 他认为 更有价值的地方 但是作为黑棋来讲 也可以满意 毕竟这个 二路打拔 这个子的价值 目数是非常可观的 之所以 会选这盘棋 其实是 有一个小小的来由 就是 当时 我在这个 我的朋友圈里面 看到一位 国内著名的 顶尖高手吧 他发了一个截图 就是这盘棋 然后其中呢 就是这一首 他把棋摆到这 然后 一句评论说 原来围棋 还可以这么下 我当时 一看到这部棋的时候 心里也是 产生了 同样的一个感慨 因此呢 才会后来认真地 看了一下这盘棋 所以把这个棋行呢 选择分享给我们 棋迷朋友们 那以此呢 让我们 以科捷九段 作为一个 它这个全新的招法 作为一个启示吧 让我们更好地 欣赏到围棋的多样化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